在办理绿卡过程中,申请人有时需要解决过去曾经在美国非法拘留,未经许可工作,违反移民法或者其他法律,提交虚假材料或陈述,要办理I-601豁免的问题,或者解决J签证豁免问题,尤其是对于公派的访问学者,有时拿不到来自中国使领馆的不持异议。 信,no objection letter,因此无法提交I-485或者转为其他签证身份,或者需要尽快拿到工卡,AED,和回美证,AP,combo card expedite processing,以便不影响工作,能尽快开始工作,能离开美国而不影响绿卡进程。 以上情况,都可以考虑联系美国移民局,提交相应的证据。 具体标准略有区别,对于曾经在美国非法拘留,未经许可工作,违反移民法,提供虚假陈述,比如有的人本来未婚,但是为了签证成功说自己已婚,有犯罪记录等等问题,可以考虑提交I-601豁免申请。 如果已经进入递解出境程序,往往还需要另外提交IR-12豁免申请。 根据美国移民法的条款,申请人一般需要表明,如果他不能留在美国,会给他的亲属,一般是已经有美国公民或者绿卡身份的配偶或父母,造成极大困难。 Extreme Hardship 移民局指出,任何情况的亲属分离都有可能造成一些困难,但是要符合Extreme Hardship的条件,这个困难需要是非同寻常的,或者难以料到的。 一般的困难,比如文化差异,适应新的文化环境,经济损失,和亲属以及熟悉的社区环境分开,失去现有的工作,等等,一般不足以满足条件。 但是,单项不够条件的,如果累积和并起来,也有可能符合条件。 具体来讲,如果申请人被迫离开美国,那么他的亲属,比如配偶或者父母,要么留在美国,和他分开,要么与他一同离开美国,重新定居在海外。 二者之中,只要能表明其中之一会给他的亲属,身为美国公民或者绿卡持有者,带来极大困难就可以,不需要二者都讨论的。 他的亲属可以提交一份签字的声明,描述自己是计划,一起离开美国还是要留下。 在豁免申请中,需要解释这种计划会给身为美国公民或者绿卡持有人的亲属带来何种困难。 举例来说,一位申请人提到,他的配偶,美国公民,此前有工伤,被疼,因此不能工作,领取来自美国政府的医疗福利和残疾福利。 申请人,女性,在家里做饭打扫,搬动重物,照顾配偶吃药,开车带配偶外出。 申请人的配偶,美国公民,解释,如果他的配偶离开美国,他也要跟着离开。 但是这样一来他就会遭受情感方面,金钱方面和医疗方面的困难,以及在人身安全方面的担心,包括对一般治安的担心,以及面对现配偶的前夫带来的风险。 他平常生活中在走路、久坐、睡眠和写字方面都已经有困难,依赖于配偶的照顾。 此外,他还有此前婚姻所生的孩子,虽然似乎并没有住在一起,而且大多已经成年,但是如果与孩子们长久分开,会影响到他的精神健康。 尽管面对这许多困难,申请人的配偶还是表示,如果他妻子被迫离开美国,他也要跟着离开。 因为离开妻子他无法生存,只有自我陈述是不够的,还需要其他书面证据、客观证据。 申请人的配偶提供了医疗记录,证明被疼确实存在,还有其他慢性疾病,一直在接受治疗,还有相应的保险和福利申请记录。 此外,还有来自心理医生的材料和评估,证明申请人的配偶。 美国公民,身患抑郁,依赖于申请人的情感,支持和生活照料,才能避免精神健康进一步恶化。 此外,申请人还有一个孩子,在美国出生,是美国公民,虽然不一定是和现配偶生的,有学习障碍和焦虑症。 如果被迫跟随申请人离开美国,在医疗、教育和生活方面会遇到很多困难。 综合以上材料和证据,移民居认可。 这位申请人虽然此前有提供虚假文件和非法拘留的问题,但是,如果要他离开美国,他的美国公民亲属会遭受极大困难。 Extreme Partnership,因此,申请人的I-601豁免可以得到批准,他也就可以经由亲属移民拿到绿卡,留在美国,成为美国永久居民。 对于一些公派的访问学者,拿不到来自使领馆的不持意义性,不能办理这签证豁免的,美国国务院也有类似的规定。 如果这位访学要离开美国,会对他的配偶或者子女,身为美国公民或者持有旅卡,造成Exception of Hardship,那么,也可以办理豁免。 具体的标准和需要的证据,与上面提到的情况相似。 申请人需要向美国移民局提交I-612表,根据美国移民法的条款来解释,自己为什么符合要求。 值得注意的一个区别是,因为J签证即使不能豁免,也只要求申请人在本国完成两年服务期。 我们新卫民律所的一些客户,就是在完成两年服务期以后用移民签证回到美国领取绿卡的,而不是长久的分离,也不是必须要申请人的配偶孩子。 作为美国公民或者绿卡持有人,长期定居海外,因此,在申请时,需要证明,这种困难不但在海外会发生,留在美国境内也会发生,这是和前面的标准不一样的一个地方。 一般的焦虑、孤独、心理影响和财务负担,不足以满足Exceptional Hardship的要求。 反过来,如果申请人在美国出生的孩子有医疗需求,比如下船,需要有书面证据,需要双亲的特别照顾,在海外环境如交叉的空气质量下,会遭受特别的风险,而留在美国又没有生活来源,那么,申请就有可能获得批准。 有一些申请人在提交了I-485和I-765、I-131申请,或者其他类别的申请以后,迫切需要尽早收到公卡以便不影响当前的工作,或者能够开始新工作,或者收到Advanced Pro以便能够离开美国旅行,或者完成转身份以避免出现身份GAP,或能够及时开始上学。 对于这类情况,可以考虑向美国移民局提交Expedite Request,要求移民局加快审理进程,移民局要求申请人证明。 比如没有这个工作,家庭就无法维持生活,或者公司难以经营,要提供书面证据,或 比如申请人的亲属在海外身患重病,迫切需要他前去探望陪伴,要有医生证明并翻译为英文,或 比如美国NIH急切等待申请人开展一项重要的医学研究。 这类加速申请,一般先需要给移民局打电话,初步解释情况,取得一个Service Request Number,接下来,会收到来自移民局的电邮或者邮件。 要申请人发传针或者写信,提供相应的说明,以及书面证据,表明为什么情况很急。 总之,如前面提到,绿卡和签证申请人,在办理豁免或者加速要求时,需要根据移民法的规定,提供合理解释,并且要有书面证据,用来支持和解释为什么自己的情况特殊。 如果自己的豁免不被批准,不能留在美国,或者不能得到加速处理,那么,自己的家人,有美国国籍或者绿卡,会遭受什么样的特别困难? 资讯由新卫名律师事务所提供,供教育和交流目的,不作为具体的法律建议,欢迎来电来信询问详情。 Email info at nwmlaw.com 网址 www.nwmlaw.com 我们有多位毕业于世界名校的理工科博士,我们有自己申请绿卡和签证的亲身经历,包括杰出人才,niw,亲属移民。 我们有科研经验和能力,可以直接阅读,明白申请人的论文和工作。 关注我们微信公众号,每本每高留学指南。